来看这场杯子风暴还没有结束 这是台湾生产塑胶杯最大的锐企公司 下午再度爆发了严重冲突 在这个月12号的冲突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老板潘庆锐成功的拿回了工厂 当时宣布他要员工休假三天等清算完毕之后再开工 而今天员工来到现场仍然不等其忙而入 太阳很大越等越火大 最后跟警方工厂的警卫打不起来 雨越下越大看着自己工作的地方却怎么也进不去 穿着蓝色制服的员工终于按捺不住气氛情绪 想要冲进工厂 在门口好几名的员警差一点挡不住人墙开始反击 混乱当中带队抗议瑞奇公司董事长潘庆锐的儿子潘威智 被工厂保全锁红推倒在地上 脸上手脚挫伤 直接叫我脖子然后整个连手头 我完全不能呼吸 潘威智的太太一度以为是警察动手情绪激动 两夫妻带人来自家公司踢馆已经是第二次 起因是国内制造塑胶杯最多的瑞奇公司 董事长潘庆锐控告妻子陈立信 趁他生病昏迷的时候偷走股权和经营权 打官司货判胜诉12号就进驻工厂 当时已经和妻子互相叫骂推挤 后来躲场成功叫员工放三天假再回来 没想到员工还是进不去 员工无法可上瑞奇原本每天生产70万个塑胶杯 每天供应国内14万个停工不出货三天 塑胶杯缺货52万个便利商店手摇饮料店 餐饮业影响最大可能断货得另外找厂商 后来劳方代表进入协商 但资方还是以上未清算完毕为由 无法复工谈判破局 这场家族财产争夺战 苦的是数十名铃鱼帮忙挡人的园警 还有无辜员工 装守徐强来自SNG小组桃圆报导